上一集讲了莱卡 M9 M7 M9 数码相机 今天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蔡斯 蔡斯 Icon 看到吗 不知道多少个人认得这个相机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Series number 这个是Series number 然后Made in Japan 这个是底下的 这是蔡斯 Icon 这个相机 跟 蔡斯 我们都知道蔡斯镜头 这个应该是德国的 相机厂 它是一个 咒旁相机 旁轴相机 Rangefire的旁轴相机 所以这个不是单反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很多数码的单反 都是你所看到的就是转过去 从底下有个镜子 然后从镜头看出去 这个它就是从旁边这个地方 看出去 这边有很多的结合 这边不是测光 是结合用 算是 应该是 不是玻璃 是水晶还是玻璃 就这边做的光线 跟这里的光线结合 就你看上去 会有一个大的图片 中间有个小的图片 而小的图片跟大的图片 结合的时候 就是你对焦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旁轴相机 在今天五反相机的时候 差不多这个尺寸 是很舒服的一个相机 而这个 蔡司 Icon 蔡司 Icon 应该是德国的厂 后来它变成日本去制作 但它这个好像是铁的 但是这个 没有CCDE 它用的就是胶卷 所以当你看上面的这个 转的时候 你会看到 加2 加1 减 就像我们平常用的 就是两档 过爆两档 过爆一档 过爆三档 这个相机是没有任何测光学里面 就底面它不用电池的 而它用电池 它有个电 应该是有个电池 但是它的测光是不太准确 所以当你用 以前用胶卷时代拍照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曝光正不正确 所以以前 胶卷时代的曝光 他们都是一看着灯光 就大概知道 我应该用多少的 F 多少的 或者ISO 就是设定在里面 因为这个胶卷 你可以看到 它是HP5 plus360 你可以看 不知道你看不看到 这个是人家的 所以我就不打开 给人家看 这是HP HP5 plus360 而它的光 它的ISO 这个是1600 1600 1600 所以以前的胶卷 你买回来 胶卷是多少ISO 就是多少ISO 所以你看到胶卷有ISO100 ISO200 ISO400 800 有1600 所以以前相机 你胶卷你放上去的时候 ISO就是固定的 就得36张的照片 ISO是不能改变 你说也可以改变吗 可以 算是可以吧 就是你拍 比如说你拍到 30 拍到15张 36张 你拍到15张 你想把ISO改变 就要把里面胶卷拿出来 然后放新的 另外的ISO进去 这样去改变 而这个时候 里面胶卷拿出来 你就要把 这边是已经拍过了 因为当拍过的时候 没拍过了 就变成拍破 就卷在一起 当你现在拿出来的时候 全部曝光 就作废了 所以你要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 这一个转动的 我现在不转动 因为它已经 你可以打开 看到 有着转动 这个可以轻微的转动 现在不转动 因为它里面有胶卷 你就把它收回去 然后换 但是收回去的时候 你怎么 就等于是这个胶卷 你用不了了 那剩下20张 你怎么拍摄 所以一般 一般当ISO 一放进去的时候 你的ISO 就从36张 一张 一直拍到36张 是全部都是 用同样的ISO 就算光线变化什么 你就要用你的光圈 所以这个是菜式镜头 所以这个就是 胶卷的一个好处 所以当你玩胶卷的时候 很有那种 你看不到你拍的是什么 但是你是 通过你的想象力 去按下那个快门 今天的很多数码的时候 是你看的时候 你就能够讲 你拍的时候 你能看到你所拍的曾经 那种惊喜就没有了 胶卷的拍摄 由于那种等待 那种惊喜 那种好玩 这种事 当然如果今天 你给客户拍照 你已经饿死了 因为这个要赚钱 因为你 你整天 你才能够拍一张照片 人家整天 还拍一百多张照片 所以这个是不同 就好像你煮菜 如果你是要为了赚钱 你是要开餐馆的时候 你说我一天只煮一道菜 那你怎么靠他生活 所以这个是自己去玩 自己去享受 胶卷的那种味道 以前 我在我还没有拍摄影之前 我第一台的 就是胶卷相机 那时候应该是 佳能 佳能的SLR 不是DSLR 是SLR 就是佳能的相机 那时候胶卷 我是用胶卷拍摄 其实胶卷拍摄 它的胶卷的Dynamic Range 或者它的宽容度 好的胶卷 但不同的胶卷 不同的宽容度 基本胶卷的宽容度 可以超14到15档 有没有 差不多14档 算是14档 一些一般的胶卷 可能就10档 所以胶卷的宽容度 是很大 很高的 而它的信息量 也是很足的 所以就为什么 现在很多高端的电影 他们还喜欢用胶卷 因为它存储了 信息量跟宽容度 是一些数码 还没法比的 或者换句话讲 现在很多数码的调色 都要回到胶卷 那个时代的调色 所以当你胶卷 用不同的化学药品 去晒这照片 或者在Duck Room里面 在黑暗房里面 去晒这照片的时候 它根据不同的化学反应 它的高光到阴影的部分 都会有不同的效果 这个就像我们 现在拍摄视频的Log 或者是我们拍摄视频 调的那个弧度 而所以为什么 今天很多调色 很喜欢用正方形 就是那个调弧度 那个弧度 所以就有点像 以前胶卷时代 调的那个弧度 因为不同的化学药品 它有不同的弧度性质 所以调的不同 这边讲的有点多 甚至这胶卷是很好玩的 因为并不是一瓶 药水那么简单 而不同的药水 带给你不同的感受 但是这个是需要 很多的时间去学去 不像今天数码 组的太快 所以你看到 这边就是ISO 就设置到1600 然后外面这一圈 就是光圈 它现在是A 它这个如果是设置到A的话 它就应该是 所以当你要转换的时候 转换ISO 说你把这个拿起来 是不是很熟悉了 是不是很熟悉了 就可以换成三千二 就现在很多富士 好像富士还是其他 就好像复古的照相机里面 就用这个设置 这个是1600 然后这个波轮 停的声音 机械的声音 这个是物理快门速度 到两千分之一秒 当然比起现在相机 很多波轮 但是这个当时来讲 这个做到两千分之一秒 已经不错了 所以一千五百 不是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这个是通常用的 以前通常用的快门速度 然后B就是我们 你可以用你的 在哪里 这一个 这个就是快门 因为里面是有人家的照片 所以我就不打开去看 B就是根据快门 就这一个快门 你可以拿条物理线这样 按住它 选择看时间 比如说十秒 或者三十秒曝光 你就可以选择 所以你选择自己的曝光 这是一秒 真的是很爽 真的是很爽 这个 所以这个 就是选择自动快门 所以它就测光 然后上面 这一环就是对焦 所以你看到 在弗仁达的镜头 它就底下这一个 其实以前对焦 不像现在数码样子 它是用这样子去对焦 它以前对焦 就是用手这样去戳 这样去戳 是很有意思 这个的光圈是1.5 可以看到是1.5 光圈就控制 所以以前就是ISO是固定的 然后你只能靠光圈去调节你的对焦距离 然后按下快门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一个简单的摄影 然后旁边就是开 开东西的 或者就打开整个盖子 我今天不打开 打开整个盖子 这个是我同事的 借我去玩 好 这个是今天的分享 他在外面等我 下次有趣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